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科技不断进步对整个社会来说应该是件好事才对 但是遗憾的是犯罪集团他们也懂得与时并进 警方今天揭露现在的偷车集团会使用高科技设备来干案 那偷一辆车的速度可能比我们上个厕所还要快 因为平均只需要短短的30秒他们就可以偷走一辆轿车了 听起来有点夸张30秒怎么办到的呢 但是偷车集团确实就是有这样的能耐能够让各位车主防不胜防 用防不胜防来形容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大家可别以为只要你把没有把车随便乱停那就不会出事 根据警方曾经接获的偷车案件 就连把车停在公寓或者是围起来的社区里也一样无法幸免 偷车集团会通过陆路把偷来的车子运到邻国的黑市售卖 而偷车集团的主要目标是四轮驱动车 这种车款在黑市的价格一点也不低 一辆可以卖大约4万令吉 至于偷来的摩托在本地也可以卖到一辆大约1400令吉 柔佛总经长古马今天在记者会上还给大家细说了 偷车集团到底是怎么样利用高科技设备来偷车的 首先偷车集团他们在锁定了要下手的目标叫车之后 就会悄悄的在车底装上追踪器 等车子停到了方便他们下手的地点 他们就会使用城市控制仪器来遥控车子 再用干扰器来阻断车子内置的安全定位系统 最后再用复制来的钥匙将车子给偷走 而这一套高科技偷车SOP 可能不到30秒偷车集团就到手了 除了大家印象当中特别容易被偷车集团盯上的豪华轿车 警方还告诉大家 其实一些款式比较老旧的轿车 偷车集团也不会放过的 因为很多老车的零件在市面上其实已经找不到了 这也是为什么老车对于偷车集团来说 依然是有利可图的 从老车分拆出来的这些零件 依然可以转卖到修车行去牟利 警方因此就提醒民众 确保自己的交通工具 无论是轿车或者是摩托 都有装上防盗安全系统 我 receber则扎的装上 给大家计为 扨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